个人进化的第二个条件是克服自尊心障碍 所谓自尊心障碍指的是大多数人会因为自尊心作怪 担心受到别人的攻击 拒绝别人的批评 害怕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 达里欧认为这种防御性情绪化的反应 抵消了进化的欲望 使我们果足不前 达里欧本人也并非天生的思想者 他同样是在拥抱现实的过程当中 一次又一次经历痛苦考验 才实现了自身的不断进化 乔水基金初创时期 达里欧找到了一种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新方法 达里欧根据这一独门绝技 在计算机上编制了一种交易模型 一开始乔水赢得了好几单交易 这助长了达里欧的自信 他开始加大赌注 终于在一次大额交易当中 交易模式失效 不单给客户造成巨大损失 达里欧个人仅有的10万美元本金 也亏得一分不胜 这次亏损让达里欧认识到了盲目自负的危害 知道了在复杂的市场面前 个人的智慧什么都不是 1982年 达里欧遭遇了人生当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那年8月 墨西哥政府宣布债务违约 这给美国金融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美联储为了救市 大幅增加货币供应 达里欧根据自己对过去金融市场的研究 认为美联储发行再多的美元也没用 股市短暂上涨之后会迎来长期大雄市 于是他下注做空股市 然而在美联储的帮助之下 市场挺过了墨西哥债务危机 美国股市长牛不衰 桥水基金则损失惨重 甚至发不出工资 公司只剩下达里欧孤身一人 在失败的痛苦当中 达里欧认清了真相 世界在不停变化 桥水团队研究过的历史案例 并不能解释今天的现实 他自己的认知盲点 导致了公司的巨额亏损 达里欧发现了自身缺陷 不断放空大脑 实现了进化 他带领桥水基金 不再执着于预测未来市场的涨跌 转为运用各类投资组合 帮助投资人规避风险 实现稳定收益 达里欧关于进化的原则当中 还有一点是比较有原创性的 他把同一件事情分成一级效应 二级效应和三级效应 比如健身这件事 一级效应是耗费时间 让你肌肉酸痛 这是表面效果 二级效应则是可以使你体经健美 三级效应是让你的身体保持代谢正常 精神更加的积极向上 二三级效应都属于深层次的效果 一般人最爱犯的错误 是分不清这三级效应 把满足人短期需求的欲望 和那些长期的目标混为一团 比如为了逞一时口腹之欲 吃下过量的薯条炸鸡之类的垃圾食品 结果身体臃肿肥胖 还得了高血压 糖尿病 能够成功进化的人 则习惯用三级效应来看待事物 能够主动克制当下的欲望 追求长远的目标 好了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我们从拥抱现实和个人进化 这两个角度 概述了达列欧的自我管理原则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我们要讲一讲 达列欧的公司治理原则 它包含了16条高层次原则 每条高层次原则 又包含了若干中层次原则 有些中层次原则 还包括了若干分原则 比如公司管理的第四条高层次原则 是求取共识并坚持 这条高层次原则 下面包含了七条中层次原则 比如第二条中层次原则 是知道怎样求取共识和掌握共识 它又包含了三条分原则 达列欧对每一层次的原则 都有注视 甚至图解 下面我将从公司文化 选人用人和决策模式 这三个角度为你解读达列欧的公司治理原则 先来说说公司文化 达列欧倡导一种极度真实 极度透明的公司文化 把西方文化当中的坦率 直接发挥到了极致 走进桥水基金 你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景象 比如刚刚完成入职培训的实习生 在讨论会上毫不留情的怒怼上司 比如各个层级的业务会议都会被录音 在一个小范围内的发言就相当于讲给了公司全体员工听 员工的每一个判断 每一个建议都会记录在案 以便将来与市场上的真实情形相比照 这些就是达列欧欣赏的冲突文化和极度透明文化 他深知 研究型的基金公司想要拿出原创性成果 必须确保发表意见的绝对自由和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 达列欧首先要求员工保持极度开放的心态 自己正直 也要求别人正直 在公司里形成一种 有话说在当面 不在背后评论他人 人人拥有知情权 无人可以隐藏批评意见的环境 然后达列欧又设计了一整套容错机制和沟通机制 来保障公司上上下下 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真相 不为虚假信息所困 达列欧关于容错机制的一系列原则很有特色 他要求公司管理层不要使用对或者错 这样的字眼来评判员工 只用精确或不精确这两个标准 这就避免了下面的员工担心犯错而不敢提意见 即使你的建议被事实证明是错的 只要你真正用心思考 给出了精确的分析 敲试公司仍然会认可你的努力 对于极度透明这条原则 达列欧可不是光说说而已 达列欧有一位非常欣赏的弟子 叫做格里哥·詹森 詹森刚走出大学校门 就被达列欧看中 当做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 不久就当上了敲税基金联合首席投资官 在一次达列欧未出席的业务讨论会上 詹森批判了他的一套投资思路 而此前 詹森从未对达列欧当面提出过不同意见 达列欧听到会议录音之后 认为詹森背后议论他人 违背了有话说在当面的极度透明原则 撤销了这位得意弟子的联合首席投资官的职务 接下来我们说说选人和用人 这部分内容占据了达列欧公司治理原则的最大篇幅 乔水选人用人机制当中 最独特的是他们的招聘和培训环节 应聘者会发现 乔水的面试官不光会问杠杆是怎样运作的 这类专业的问题 还会问死刑是否应该废除 你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这种涉及个人生活或者终极价值观的问题 这类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考察的是应聘者的真实内心和思维习惯 除了与面试官交流 乔水还组织应聘者一起搞小组讨论 面试官坐在一边冷眼旁观 看应聘者当中哪些人能够提供新思路 哪些人会主动建立完整的框架 增加讨论的逻辑性 哪些人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周全 哪些人能够通过提问来吸引其他人参与讨论 推动整个过程 这些面试问题和考察方法 都是根据达利欧的选人用人原则制定出来的 与专业技能相比 达利欧更加重视员工是否跟自己的价值观一致 他要的人第一要跟老板的价值观一致 第二要有个性又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是既有抽象思考能力又具备市场常识 为了找到这样的人 达利欧为桥水的面试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性格评估和技能测试系统 包括桥水独家制作的棒球记录卡 可信度矩阵 以及形式多样的调查问卷 桥水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娴熟地运用这一系列的工具 将面试采集到的候选人个人信息归纳成量化指标 详尽记录在案 这些数据经过处理 能够让管理层对新员工的个性价值观和专长一目了然 便于因材施教因人定岗 达利欧时常提醒桥水的面试官们 不要试图从简历当中去寻找完美无瑕的人 要容忍有瑕疵的人 要在招聘现场亲眼发现有潜力的候选人 按照达利欧严苛的选人用人标准 新人进入桥水公司之前 要接受长达18个月的培训 尽管在招聘环节已经严格把关 仍然会有四分之一的人 因为受不了培训阶段大强度高负荷的思维训练 无法适应桥水公司极度真实极度透明的文化而选择离开 经过精挑细选和18个月的魔鬼训练 留下来的都是才华横溢 个性鲜明 价值观相近的人 他们不会拿桥水当做职场跳板 一般都会跟公司一路走到底 桥水创立43年来 除了2017年从苹果公司挖来的乔鲁宾斯坦 他的首席投资官基本上都是达利欧自己培养出来的 达利欧带领的这支精英团队 总是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提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业界的原创性投资策略 这些都证明了达利欧选人用人原则的成功 最后我们来说说决策模式 达利欧观察过很多公司的决策模式 发现他们要么是领导人独断专行做决策 要么是以民主协商方式 让管理层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策 达利欧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有缺陷 决策权既不应该由能力强的人垄断 也不应该无视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 无视意见的可信度 投资行业尤其是对冲基金投资 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面 每个观点的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发表观点的人才华秉赋如何 职业经验如何 专业知识储备如何 乃至品性是否正直诚恳 都有可能干扰观点的可信度 所以角色的时候 需要对可信度高的观点赋予更大的权重 不能简单地搞少数服从多数 这就是达利欧基于可信度加权的创意择优原则 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项提案有五个人投票决定 三人赞成 两人反对 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有三人赞成 提案就通过了 但是投反对票的两个人 可能他们的可信度更高 那么根据可信度加权的创意择优原则 这两个人的观点就会有更高的权重 比如他们一票等于两票 这样一来 反对票就有了四票 提案就被否定了 达利欧认为 最具可信度的意见来自两种人 一是多次成功解决相关问题的人 二是能够通过逻辑推理 发现因果关系 得出结论的人 在桥水 每个人每个观点的可信度 都被记录在专门开发的 集点器程序当中 开会时 他们会通过集点器APP程序 对决策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集点器上点数多的人 他们的投票有更高的权重 会对公司的最终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达利欧非常尊重可信度加权的创意择优制度 他在书中声称 在桥水工作的40年当中 当可信度加权投票结果 与他本人的判断出现冲突时 他从来都是按照投票结果办 不做与创意择优原则相悖的事情 到这里 原则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公司治理原则就全部讲完了 我们主要介绍了桥水公司 在达利欧一系列的原则指导下 形成的极度真实 极度透明的公司文化 富有特色的选人用人机制 以及创意择优的决策模式 达利欧曾经说过 他一生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以原则为基础 去发现真相并且据此行动 40年来他坚持这么做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把收获的这一切归功于原则 他认为只要能够从这些原则当中 吸取营养不断进化 他的成功就离你不远 好了 原则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精华笔记在音频的下方 我们明天见